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他很快的身体就坏了 第三 他被警察就抓进去了 师父是不是说的德不配位啊 就是这样 对了呀 你没有道德的人 你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个福报啊 对不对 你比方说你现在是法师的话 你不尊重佛陀的教义的话 你哪一天能够成功啊 你哪一天你受人家的供养 你供养不起 你很快就生病就走人 是的 是的 那师父比如一个人起了非常好的名字 但是他的福德配不上这样的名字 他改名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要看改的好坏了呀 如果他改一个很有名的名字的话 他就会倒霉啊 明白吗 不应该改的吗 他肯定要倒霉的呀 那师父怎样判断自己的福德 与自己所拥有的是否匹配呢 首先你自己过去讲讲 拿把镜子照一照 看看自己像不像菩萨 你像菩萨 你可以享受一些菩萨的福报 你看看你人都做的不像人的 你能享受菩萨的福报吗 对不对呀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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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从你跪拜你受得起吗 对不对呀 你受得起别人的跪拜吗 你没有这个德 对不对呀 你就像很多的人 因为他为人民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大家尊敬他 大家爱戴他 他受得起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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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德呀 那师父 你像有些贪官啦 贪了那么多 其实他就是德不配位了 他一抓起来 一缠缠了 贪了那么多 过头了呀 你比方说一个小县长贪官 他一贪几十个亿 好啦 他肯定得不配位了呀 师父 如果他不被抓起来 他贪了那么多 也会发生疾病 就突然拉走 带走 是这样吗 师父 一定会的 早点晚点的 他不被抓起来的话 他可能死那么更惨了 撞死了 或者什么都有可能的 哦 那师父是这样说 抓起来算便宜了 他是这样吗 师父 抓起来叫现实报 那个车子弄了之后嘛 就直接拉走了 拉走了嘛 到下面去下地狱了呀 更厉害了 哦 哎呦 更厉害 哦 腻巴了 现实报就是说 现实报就是说 让你在人间爆掉嘛 你至少死的时候 可能还不要下地狱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请你给我看一下 我是90年的老鼠 96年的老鼠 你想看什么讲吧 我想看身体 我总是掉头发 哦 你这个人睡眠不好哎 哦 是的 啊 你而且内分泌失调 你忧郁的事情太多 想的事情太多了 对 我要是没有人命化明白 我不知道怎么活活呢 是啊 我看你现在 现在还有一点忧郁 你听得懂吧 哦 你要好好地多念心经的 工课心经加到多少了 我现在是49片 可以了 49片可以 可以了啊 你自己多忏悔 多忏悔吧 哦 莲花多少 莲花多少 我忘记了 好像是21338吧 你的根基很厉害哦 你真的很可惜哦 你今天 哦 你今天 哦 你到今天 哦 你到今天 到在人间苦成这样啊 你知道菩萨很心疼你啊 你过去在弥勒佛边上的 小菩萨 小菩萨 你看看你现在做错多少事情啊 真的 你回不去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这样已经回不去了 你明白吗 有什么漫画吗 彻底改变啊 彻底改变啊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 你其实生这个家族也不错的 爸爸妈妈对你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就是自己不停地耗掉自己的福气啊 耗掉自己的功德 听得懂吗 嗯 好好努力啦 真的 师傅 啊 我的业章比例是多少 32 哦 我身上去说什么大问题 也没什么大问题 师傅 我要是学业 你就是 学业不好 你以后要是不好好修的话 你可能走跟学业 我一定要好好修 跟学业有关系的 你也不要签学业清修 如果你有老公的话 你就不要取业 没有了 没有你就应该许愿了 好吧 嗯 好了 嗯 师傅 你可以跟我看一下佛才吗 嗯 还好啊 还是有菩萨来的 加恩 师傅